高雄市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黄杰批绿营战袍 角出高雄市第六选区的立委 最新民调出炉 黄杰以36.8%的支持度 赢过同选区的其他两位对手 参战16天民调冲第一 今天上午黄杰他到高雄一城堂关帝庙参拜 总统蔡英文特别南下帮黄杰催票 只是黄杰要冲破六成选票 总统蔡英文一下车代表民进党角逐 高雄第六选区立委的黄杰立马上前 两人握完手后黄杰紧紧跟在蔡英文后头 连总统致辞时他也陪在一旁 黄杰 不只要大家挺黄杰 蔡英文更提出这样的目标 总统催票马力夹到最大 根据最新民调黄杰支持度百分之三十六点八 领先国民党陈梅雅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 以及喜乐岛联盟郭贝宏的百分之九 黄杰参战16天民调冲第一 但仍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和兰英的陈梅雅仅差距四点三个百分点 总统指示我们一定是要全力以赴 那以这样的目标来冲破六到七成的选票 原来他来到高雄只是为了要帮黄杰来复选 那么对于这些执政者而言 他们的心中永远只有选举 永远只有斗争 短的一个多月内 赖副总统来了两趟 那蔡总统现在又其实来了一趟 他们一定是充分的感受到明星 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 黄杰林为寿命批绿影战袍 和其他两位选手在选区 各自跑行程努力 这一席能否夺下 在答案还没有揭晓前 三位参选人谁也不敢松懈 记者留言发续重文高雄报道